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了却说两个字鬼扯 所以这到底是某些特定人士 透过中时联合来放话 来营造一个奔为 也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带风向 那到底是带风向 还是真有其事 既然他今天说今日提辞成 那我们就看晚上到底如何 好 那也就是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不是很重要了 那当然 其实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就是你可以看到中时联合另外还有一个 五重拳打草房 重高拔五千万 那其实这个部分 这个自由上面并没有这条 但是其实这条 其实严格来讲 我觉得是平均地权条例里面 可以算是为这些首购族 还有包含一些相对来讲 购物比较弱势的朋友 的确是提供了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好的保障 因为其实这几年台湾资金回流 很大部分回流资金 大家都知道流向了房地产 然后造成房屋地价飙涨 当然你说一般的离开 都市市中心区的非精华区 可能影响不是那么的大 但是相对来讲 只要是人口稠密区 大家或多或少都强烈感受到了 房价跟地价上涨 然后对购物组所构成的 这样一个压力 自由时报很有意思 我们看到为什么 第一 头板头讲碳税 很奇怪 一个毛起来搞天然气 发电的政府 你要跟人家搞碳税 另外当然其他几个新闻 相对来讲你可以看到 好像跟中时联合的重点都不一样 当然其实我个人看自由时报 我是觉得很像三十几年前 中央日报的view 不多说 今天其实我们真正的重要的议题 当然也还是跟台湾有点关系 我们看到台湾 毕竟在去年年底 蔡总统正式宣布了将兵役 回复到一年之后 其实这段时间跟兵役 或台湾防卫相关的议题 就一直不断的在报纸 或是这种媒体上出现 为什么呢 显然这的确对台湾来说 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因为兵者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不可不胜亡 对不对 那当然其实我们今天要讲就说 这两天其实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呢 就是美国的CSIS CSIS这个核机构事业 CSIS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他其实是当然不可否认 他是美国的这个华谱 诸多智库中的一个 那但这个诸多智库中的一个 他比较有特色的是呢 相对来讲 他这个那个智库 他会找非常多 包含这些已经退役的 或者各个研究一个主题的时候 找到跟该主题相关的一些国家的一些专家 来做共同的这样一个探讨 那他们在前几天 在华府办了一个 这个报告的一个发表会 那报告发表会呢 然后有好几位坐在台上 那我非常努力的 把这个报告会听了个大概 那这个听了个大概之后呢 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 也就是国内的媒体 其实对这个报告的发表会 有转述哦 也有报道 但是呢 这个转述跟报道 我发现 诶 弄了半天 只有这个前面第一部分 也就是说 他其实只有把结论讲出来 那这个结论 其实如果说你以整个报告 或他们的发表会来说的话 严格来讲 只是他的所谓的 下一场战争中的开端 因为他本身 就是整个 他的那个 报表的这个报告的这个标题呢 是 the first battle of the next war 如果你对军事了解 你知道知道 battle跟war的这样一个差别 war 那个war 是指整个战争 从头到尾 加总在一起 像比如说你讲第二次世界大战 second war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你讲 里面 我们知道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讲 也不是从第一天 1939年的9月3号 到 1945年的8月15号 天天 在世界各前线都在打仗 其实并没有这样 那在双方 为了要进行这个攻守 那其实呢 他会选择一些重要的战场环境 或说一些重要的 这种 这个作战的这样一个 这个战略要地 进行这样一个攻守 那在这个攻守期间呢 每一个战役 他就成为一个battle 然后呢 那当然你 你一定整个这个战斗的 或者说整个battle的这个计划呢 或者说他会定名叫operation 所以呢其实好整体来讲 这个名字的意义 就是告诉你说 在未来下一场 整个大的这样一个战争中的 第一场战斗 可能就从台海而引起 而从台海引起 当然我们的很多媒体 都很开心的 马上就这个 引述了他的结论 因为他的结论是什么呢 他这次其实他的结论 我们看到媒体一面报道 他说如果大陆要进行 国家统一战争的时候 基本上来讲 他们会惨输 那美日台三方呢 会惨胜 那这个惨到底有多惨呢 他们也讲到 好美国可能会损失 两架航空母舰 然后呢 而且呢 这个好 那个而且呢 也会损失大概270架战机 20枪军舰等等 而且驻日美军的这些基地 也都会遭到 大陆的这个各种的 长城打击的 那个武器进行打击 所以呢 好损失也很大 这个会有大概 3200名美军阵亡 日本呢 他会损失26艘的这个军舰 跟100架以上的飞机 然后国军呢 还更惨 那国军的话 基本上 虽然守住了 但是我们中华民国空军呢 大概有一半都丧失了 就损失了一半的战机 然后最惨的是海军 我们的所有的大型水面舰 大概加总有26艘 全数遭到共军集成 然后呢 陆上兵力呢 也大概折损了3500人 当然我个人觉得 这个估计非常非常非常的保守 那另外那日本呢 当然他们 那更正大陆地区 当然大陆损失非常非常的大 大陆他们的估计损失 可能甚至要包含 损失到100多艘的这个水面舰 而且呢 也会损失相当多的这个地面部队 损失138艘 大型军舰155架军机 而且会有一万人左右的这个阵亡 而且他说这个数字还不包含 已经登陆到台湾 然后最后被包围 然后投降的这个登陆的这个共军 所以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场战斗 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那的确 这个其实 就是说对双方的影响 都是非常大 而且甚至于对两边 所造成这样的损失 也都非常的可观 那当然 我们会说 常常其实 因为在台湾这个环境 大家都会觉得 美军很强啊 美军这个跟大陆来讲 还是有拥有这个很大的代差 这个美军怎么可能会有 这么大的这个损失呢 其实我们必须了解到 就现代战争中 他在整个这个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发布会上面 他其实用了一段动画 这个动画是怎么一回事 也就是有些媒体有引述 有报道 就是说美军的这个产生里面 他的这个海军的这个损失 20艘军舰 其中还包含两艘航空母舰 也就是说 他美军设定 就是说如果今天要介入台海的这样冲突的话 几乎是必须要整个太平洋舰队通通都出来 大概才有办法 那太平洋舰队出来 然后面对大陆在西太平洋地区拥有的这样一个海空优势 那以美国海军来说 美国海军评估 中国大陆用来反制美国海军 也就是所谓的板驱矩的战斗之中 会用到大量的板舰飞弹 而且最近经常在台湾中边绕来绕去的大陆的轰流轰炸机 每一架轰流轰炸机都可以带多枚的长程板舰飞弹 然后再加上大陆的短程 或者那个短中程的这个地对地弹道飞弹 具备这个反航空母舰的这些弹道飞弹 都会对美军的这个舰艇造成非常大的损失 所以美方估计 如果美国介入了这个军事冲突 它会损失两艘航空母舰 然后包含20艘的这个周边的这个舰艇 为什么呢 其实中共的打法 中共它现在军事发展的这个想定 其实说真的跟前苏联时期 要打美国的航空母舰的这个战术战法 根本就是一模一样 什么叫前苏联时期的这个战术战法 各位如果有时间 或是看到老片重播的时候 这个有时候会在这个HBO啊 或是Namex会播这个有一部电影 叫做恐惧的总和 The Son of All Beers 它里面其实就有一段 不是讲到这个激进分子 然后买通了这个俄罗斯的 这个空军的一个指挥 然后这个俄罗斯的空军指挥 就对它的主员发布了一些 这个谎言 然后那这些人就通通的架着这个 那个图22轰炸机 然后升空 而且每一架图22轰炸机下都挂了两枚 这个反舰飞弹 它的这个方式呢 就是因为前苏联时期就发现 你今天你要能够成功的出突穿 美国海军那个航空母舰打击群或战斗群 藉由多艘神盾舰所那个建构的完整的防空网 难度其实非常高 唯一的做法就是所谓的饱和攻击 什么叫饱和攻击呢 就是假设说今天我一艘神盾舰 在好这个飞弹好来袭的这样一个距离之内 我能够同时好拦截10枚飞弹 也就是我经由这个锁定好雷达的这个针 追踪然后锁定以后 然后发射飞弹 然后发射飞弹到把这个反舰飞弹打下去为止 我大概假设说每一艘船可以拦截10枚的话 我就打你11枚嘛 那个前面10枚被你打掉 最后那枚一定打中你 那以这个前苏联时期 他们所开发的这种各式的这个大型板舰飞弹来讲 以这个神盾军舰这样的大小的船 被夯到一枚 大概说真的 大概也就战舰姨妈死了 那如果说 那个像航空母舰 所以他那个电影之中呢 就那个多点 然后同时发射 然后等于发射大量的板舰飞弹 同时攻向美军的这个航空母舰 然后那当然最后 从美军竭尽所能的拦截之后 那个航空母舰还是中了大概两艘 那两枚飞弹 当时以两枚飞弹来讲 这个电影中呢 是说航空母舰 这个失去战斗力 然后但是还可以脱离战场 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 他整个里面的动画 就告诉你 大陆他借由轰流轰炸机 水面舰 发射大量的这个板舰飞弹呢 那美军的航空母舰周边的 这些神盾舰的这个平衛 他竭尽所能的拦下这些飞弹之后呢 还是有多枚飞弹 击中了航空母舰 跟他们自己的这个护卫舰 所以造成了非常庞大的这样一个损失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你说 这个 我们刚刚讲 既然他讲了 The first battle of the war 那也就是说 第一战 那大陆对台的这样一个 发动了国家统一战争 然后第一战 这个就以这个 惨败 那美国 日本 台湾 以惨胜作为结局 但是其实他讲到了很重要一点事情 然后呢 然后呢 如果说今天 这个仗打到这个阶段 那个中国大陆 就说好了 那我们就 认输了不完了 那就台湾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那当然如果这样的话 是你就会觉得 那前面的这个牺牲 还有跟这个前面的一切 那这样的一个损失 基本上是有价值的 但问题是 如果中国大陆不善罢甘休呢 如果中国大陆认为 这个国家的统一战争 是非常神圣的 关乎到这个中共政权的 这样一个正当性 那这个时候 他可能会经过几年以后再来 那经过几年以后再来的话 其实对美国 或对日本 或对西方联军来讲 压力就非常大 而且 而且 他其实对这一场军事冲突 他设定了非常好 重要的几个假设点 这几个假设点呢 其实也就是说 我今天如果我要能够赢得这场冲突 我这四件事情一定要做到 如果我这四件事情 做不到的话 那对不起 后面的假设就通通推翻 那这四个假设是什么呢 他其实就是假设的包含第一 然后美方有必要在台海开战前 就彻底武装台湾 并毫不犹豫迅速的出兵介入 台海两岸爆发的任何冲突 这个意思就是说 美国会主动 然后介入 而且在冲突发生前 就会先把台湾 把他武装到牙齿 当然我个人认为 这个后面讲到的 把台湾武装到牙齿 这个部分来讲 大概难度比较不高 而且也相对来说 你可以看到 美国现在已经这么做了 当然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 美国他其实竭尽所能 是并不希望这样一个状况发生 这些事情 其实有很多的征兆 可以来观察 首先其实我们看到 台湾这一次 这个地方选举结束以后 AIT就办了一个记者会 AIT办了一个记者会 其实当时 AIT驻台北办事处的处长 我们他的中文名 给自己取的中文名 叫孙小雅 他就有指出 这个避战 就是意思就是说 不能完全只有备战 他说避战 也是各方领导人 不可推卸的责任跟义务 也就是说 各方领导人都需要去 这个左手进行避战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很多可能 比较乐观的朋友会认为 说孙小雅在台湾讲 是讲给这个 这个北京听的 我就心想 你不要开玩笑了 你真的不要开玩笑 如果说今天 孙小雅是讲给北京听的话 那你就真的只能说 你对外交或是国际政治 毫无常识跟毫无知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如果今天 那个华正顿 要把这个事情 要讲给北京听 其实正确的方法是两个 第一派这个 请这个 或者叫布林肯 把美国 大陆驻北京的大使 请刚 当然他最近刚升任 这个 这个 外交部长了 那也就是 他会把 正确做法是 国务 那个国务卿 把这个 驻美大使 叫到白宫 叫到国务院去 然后开始 跟他讲 表达美国的立场 再不然呢 也是由美国驻 华盛顿 美国驻北京的大使 对不起 这个有点混乱 美国驻北京的大使 然后在北京 发表声明 那因为其实 美国因为一中政策 美国的一中 美国一中政策 必须要说 跟好世界 跟中国大陆 跟世界好 所那个 建构的这个 一中原则 有一些不同 那也就是说 这个 因为一中政策的关系 所以美国在台北 留下了AIT 这个AIT本身 他其实成绩了过去 也就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在台北的这段时间 他的这个 大使馆的这个架构 他没有这个缩减 但是也因为一中原则 所以他派台北 办事处处长的这个级别 也就是我们讲 如果说今天 我们讲公务员 今天你要派 什么样的这个人 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 你会讲 会讲到一个东西 叫做职等 你要几职等 几职等的官员 你才能够做什么样的 这个 政府中的一些 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 这样一个事务官嘛 那以孙小雅的这个 在国务院的级别来讲 他并不是大使的级别 我只能讲到这里了 所以也就是说 对北京来讲 这其实本身 是不是一个对等的 这样也就是说 今天你不是一个 大使级别的人 然后的讲话 对北京来讲 而且又不是在北京讲 也不是在华谷讲 我根本不听你的 其实也就是说 这个事情很清楚 就是讲给台湾听的 非常非常清楚 就是讲给台湾听的 所以当然 你也看到 当这个孙小雅的记者会 看完以后 这个 那个郑文燦 民进党的这个代理主席 马上也说了 我们要这个 和平保台 跟过去的抗中保台 就发现 那个变化非常的大 原因就在这里 那我刚讲到 就是说 美国其实 为什么会这么努力的 其实也还是要告诉台湾 B站很重要 那B站很重要 就是台湾势必须 要设法 能够跟大陆 开始进行一些接触 那某种程度来讲 甚至要 在这个政治上来讲 要能够达成 一定程度的彼此谅解 那这种彼此谅解 或是彼此 默认对方的 这样一个情况呢 其实过去 马贤总统时期 基本上就是如此 不过当然 从民进党角度来讲 是并不能接受 而且认为 他是舔购卖台 但是可以看到 这六年来 这个民进党执政 其实 好像感觉 民进党的方法 也不太行得通了 至少在两岸这一块 是不太行得通了 好 那我们讲到 那既然如此 那美国刚刚前面就讲到了 那很重要 美国必须要在台湾开战前 就要彻底武装 就是要把台湾武装到牙齿 而且最近也看到 那个美国 透过这个火山布雷系统 然后出售给台湾 当然这个火山布雷系统的出售 在台湾 当然也就引发了这个 正版两面的这样一个意见 那当然正版两面的那个意见之中 那个正面的都认为说 美国还是强力支持 我们台湾 但是如果说今天你打仗 要在自家布雷 再怎么样 都是这个杀敌 这个一万自损 以台湾情况来讲 可能自损五万的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说因为你这个布雷下去 会日后对这个民众 或者说是甚至于整个环境生态 所造成的这样一个影响 是非常大的 当然这次这个火山布雷系统 它本身布下去以后 是有自毁的功能的 也就是说它可以设定时间 10天半个月 最多一段时间之后 它就会自动的失效 但是地雷这种事情 没有人敢打宝票 例如说我们前几年 可能都还会偶尔听到有一些消息 就是有一些利比亚的这些 沙漠商队 在沙漠中误触二战时期 德国部下的地雷 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好不好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说美国今天透过 这样这个武器的销售 就告诉你台湾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不避战 你真的要打仗的话 那这个火山 那个布雷系统 是在未来发生战斗的时候 对你很有帮助的武器 这其实也要让台湾民众了解到 就是如果仗真的打起来 仗绝对是在我们自己家打 那我的好朋友李行明也说 这个仗我们必须要用最大的力量 去吓阻 因为叫Deterrence 对方对你动武 主要就是这个仗真的打了 你的家也被砸烂了嘛 对不对 那你家被砸烂了 那你后面怎么活呢 好第二 他说美军需要能够运用到 驻日美军的这个基地执行 任何的这个战斗任务 以驻日美军的基地来讲 其实以目前在 那个日本这边来说呢 包含像冲绳 也就是琉球的加索纳基地 普天坚基地 还有包含这个九州的这个佐世宝基地 然后本州的这个那个盐国基地 还有包含在横须贺 还有包含这个附近的这个后幕 还有包含这个三折这些基地 都要在未来 如果就是说真正 那个美国为了要介入台海冲突 而进行战斗的时候 这些都要能够投入到战斗才行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引发了 另外一层问题 就是日本是不是有可能会因此 被拖下水 或是势必要介入这个两岸冲突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另外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两点 美国必须要拥有足够的 长城反接飞弹 就是AGM-58这类的这个东西 而且要能够从远处以饱和攻击 来攻击解放军的海军与运输舰队 在这个情况下 以这个时间来说 可能美国的这个数量还是不够的 另外台湾的这个地面部队 要能够成功的击破解放军登陆后 所建立的摊头堡 那也就是说 如果大陆的这个部队在台湾登陆的话 我们的地面部队要能够快速集结 当然这也跟兵役延长 或者说兵役回不到一年 有很大的关系 好 现在这个时间呢 到了这个早上的这个九点半 我们这个稍微休息一下 等到广告过后呢 再来继续我们今天主题 来跟大家讲讲CSIS这个兵推 给大家的启示 欢迎回到世界一把招节目现场 我是施夏威 也欢迎大家到YouTube看我们的直播 而且我发现我们的直播上面的这个留言板 还非常的精彩 我发现其中也真的是非常有 很多有智慧的这个留言 当然你说让我觉得有点嗯啊 的这种也有 但是好 也有一位这个网友啊 就讲出了一件 其实我待会会跟大家讲的这个事情 这位88777的这位网友呢 他讲的这个情况 我个人其实还蛮赞同你的观点的 那这个部分来讲呢 好 我们刚刚讲到 就说其实 你如果说你觉得今天 他那天 其实又一个小时二十几分钟的这样一个 这个发表会 然后好几位啊 这个主讲分别从不同的层面来谈这个问题 而且其中还有一个就是之前 在台湾很红的一个莫瑞 他也在其中 那这个时候呢 他其实啊 就有讲到 今天这个兵推啊 手转不是结论 而且啊 更重要的是 然后呢 然后其实才是这一次整个 这个 就是他的这个 兵推的结果的这个发表会的一个重点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讲了 他其实他的这个 一开始这个 前面的这个 前提啊 就讲到就是说 the first battle of the next war 也就是下一场战争中的第一场战役 也就是说 美国跟大陆发生军事冲突的话 台海战役是两边之中的第一场 那当然一开始 是 我们刚刚讲前面有四个 其实严格来讲是非常严苛的 这个定数 那个那个变数 然后而且呢 要能够都能够到位 因为以他这个 他那个这个 这个设定来讲 他基本上是用这个 兵推的这个平均设定了 也就是说大概也把这种过度乐观 跟过度悲观的 把这个扣掉 有参加过这种 这个台湾这个音乐比赛的 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就知道 你去比赛的时候 可能前面有七个评审 那这个七个评审里面呢 他最后评分的时候 会把最高分跟最低分拿掉以后 再去把其中五个 比较接近的来做平均 那这是一个 这个 也就是取一个平均设定的 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 所以呢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 在平均设定下 好双方有这么大的这个损失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影响所及 也就是这场冲突打完了 第一个battle 打完了之后的影响是什么 第一 台湾的这个经济 就此衰弱 为什么呢 因为 那个大陆的这个 入侵的军队 即便被打败 郑军他还说 登陆部队可能 全部会被捕 而且数量相当的不少 那但是呢 台湾好 由于本身基础设施 好在大陆 好发动登陆前的先起打击 基本上已经破坏殆尽了 水 电 然后好甚至于好 这个 天然气接收战等等 都已经被好 打的这个稀里哗啦 所以在这个前面 这个前面好 就是说 这个情况下 那也就是台湾整体来讲 你说因此这个经济就此衰落 那这我觉得已经是 毫无疑问的 为什么 你要花大笔的钱去重建嘛 那这个大笔钱的重建 钱从哪里来说 真的还不知道 第二 其实比影响比较大的是 失去所谓的军事能力 我们刚刚前面讲到 共军有非常大的损失 损失了一百多艘的这个舰艇 然后这个上百架的这个军机 美国损失也一样惨重 损失两百多架的军机 跟甚至有二十余艘的舰艇 最重要的是海军 损失了两艘航空母舰 然后甚至于驻日美军的基地都普遍受到打击 这个对于美中来讲 其实可以产生的彼此的挥布力是不一样的 这个CSS他们就有讲到 如果说今天 以这个造船来说的话 中国大陆能够造军舰的这个造船厂数量相当的多 比美国多的多 美国大概只有两个 所以你看到在这些年的这个海军建军比赛里面 大概大陆从这个2005年 这个积极开始建设蓝水海军以后 他这段时间建设 也就是新锐舰艇下水的这个数量 基本上甚至于你说以规模来说 超过二战时期的这个美国都不为过 那当然数量真的扩充的非常多又非常的快 这的确是让这个美方非常好心惊的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在此同时 美国所能够进行的这个军舰的这个建造量 大概其实只有中国大陆的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以在这个情况下来讲 当美国这些所有的造船厂都倒的差不多了 只剩下英格斯跟巴斯钢铁工业 这两间还可以造军舰 那GD的电船还可以造潜水艇之外 那其实相对来讲 那美国他未来这个挥布力 然后其实是跟中国大陆完全不能比的 那甚至于以飞机的这个挥布量 美国大概目前这个年产量 给美军的这个飞机的这个年产量 大概差不多每年120架 那损失了这么多的这个飞机 那甚至于在有些我们刚刚讲 因为他其实很多个scenario都做都做推演 然后这个推演之中 甚至有这极端的状况下 美军会损失军机数量可能高达500架左右 那这个时候那美国的挥布力 跟中国大陆也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第三他说其实对美国影响最大的 美国会丧失全球地位与战机的这个 以及那个造成战争升起的这样一个风险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如果就是说 美国没有办法在全球中 依然保持军事力量最强 因为这一战下去等于整个美国 太平洋地区的军力被打掉快一半 虽然说大陆也惨败 那但是美国这个产生是 所谓的产生是让他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军力 掉了一半的话 那剩下的话在情况下 那你就包含这个其他可能 这些包含像俄罗斯啦 或者伊朗啊等等 是不是就有可能啊 借此做大这些其实都是美国要去 担步跟认真思考的问题 这也就是我之前讲过啊 就是说为什么你看到啊 那个上次好美 那个伊朗啊跟美国之间啊 大概在三年前四年前的时候 在伊朗好伊拉克爆发一系列的 这样一个摩擦之后 最后好那个 并没有啊 那个美国并没有采取大规模的武力 报复啊 甚至川普还说我已经本来 巴东部队已经开始要进攻了 但我一想到这会让很多的这个军人啊 然后这个家庭因此破碎啊 我就决定啊 这个终止这个行动 那其实意思也就这样 美国其实啊 他已经经不起再一个 更大一场的这样一个军事冲突 而这个军事冲突 如果今天啊 美国跟大陆之间 因为台湾而爆发这个军事冲突 真正发生的话 其实他估计如果大概在三四个礼拜结束 美国所承受的损失啊 跟战争亡的这个人数 大概就等于啊 这伊拉克加科那个阿富汗 这几年的这个啊 阵亡人数的总和甚至于还要多 所以他其实也讲到就是说啊 这场首战啊 胜负并不是整个战争的最终结果 第一场战争 所以好在这个情况下 那你就说啊 这么大的这样一个损失啊 前面一个月啊 就相当于过去美国20年 整个板孔战争的这样一个损失 因为其实啊 有一个事情 大家要非常啊 认清的一件事 中国大陆啊 他在军事事务啊 那个现代化之后呢 他整体的军力 其实是大不得增强 这是一个现实 这个是大家都不能去忽视的现实啊 那这个现实的结果就是 美国啊 认为他未来在太平洋地区啊 所面临到最大的这个军事挑战 可能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这也是实实 那如果就说打下去了 那这个时候对美国来说 可能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第一啊 可能是啊 类似产生像珍珠港的这个效果 但是对不起啊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要看谁打谁啊 或谁先挑起这个军事冲突 就可能是很大的这个关键了 那从大陆啊 这个过去 呃 大陆啊 那个在台海历次冲突之中啊 其实他过去之前建立了一个 好这个准则 例如像八二三炮战期间 他基本上那个时候就是啊 面对美国好来护航的这个 呃 中华民国海军的舰队呢 他基本上就好 有一个训令叫做 直打蒋舰 不打美舰 干嘛呢 就是绝对不要去碰美国 绝对不要打美国 当然你可以说 那个时候啊 大陆跟美国的国力有所差距 但是其实基本上来讲 也是啊 大陆当局希望把这个事情 基本上限缩在中国内战的这样一个部分 其实我常常跟人家讲 两岸之间这样一个军事冲突的本质 其实是1949年啊 中国内战至今的延续 因为参与内战的这个双方啊 也就是中华民国政府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双方并没有停下来啊 正式签一个彼此都接受的一个停战协定 所以严格来讲 现在是属于一个内战的timeout 暂停状态 也就是暂停的状态的话 是不是哪一天突然又爆发 这个事情是可能会好 这个呃 发生的啊 所以就是说两岸之间 毕竟还是处于一个内战的这个暂停状态 那我们刚刚讲 就是说啊 如果造成这么大一个这个损失 那首先当然也要看好 美国跟那个大陆之间 会不会在好这个台海 因为台湾打起来 这是一个目前来讲是一个疑问 一个大问号 到底打不打 不晓得好那这个那另外一个啊 就是说啊 那个另外一个就是啊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今天这么大的损失发生之后 那产生了1983年 贝鲁特美军这个营射 遭到那个自杀炸弹的攻击 造成241亿美军被炸死 这个事情所产生的效应 因为这个事情就直接啊 呃 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 让当时美国认为说 我进入那边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除了这个我们的子弟兵在那边 莫名其妙被炸死那么一大堆之外 我们能够真的给这个地区带来和平吗 我们真的能够怎么样吗 那这个时候美国就决定撤出啊 这个呃 这个黎巴嫩 所以我们就看到 其实这也是会有可能产生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这样一个结果 到底产生哪个结果 因为仗还没有打 那个军事冲突还没有发生 这个我们也没有人能讲啊 到底会怎么样 但是当然了 这个兵推啊 这个呃 也有产生啊 这个呃 这种各种结果呢 他其实里面啊 他们也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假设 他们讲到的这个前提假设呢 就是啊 其实就是美国不一定会出兵哦 也就是说这个假设 因为他们所有我们刚刚讲到 今天CSS 今年这所有的啊 二十机场的这样一个兵推 我有个好朋友 他其实也曾经在八月的时候去参加过 等于说他们把这个八月份的这个兵推 跟这次的兵推双方啊 啊 做一个终整以后嘞 然后这个时候啊 其实啊 那个做出啊 这样一个啊 这样一个结论 那我们刚刚讲到 那这个结论其实就是啊 代表就是说 因为这个冲突啊 牵连甚广 那最后啊 我们刚刚甚至讲到 今天所呈现的结果 你要有这么四个严苛的条件 一定要成立的情况下 那美国拉着日本一起介入 然后美国要承受这么大的损失 中国当然要承受这么大损失 台湾要承受这么大的这个 几乎可以算是 那个复国的这样一个 这个损失的话 那这个仗到底会不会打 那我们美国到底要不要介入 其实CSIS是留了一个大问号给大家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 那个88777那个朋友 他有提到这样一个 这个他个人的结论 这个部分来说就是 今天美国在介入一个军事冲突之前 他一定要去 我们英文讲的assess 然后assess那个 他那个也就是评估 你是不是 这个真的能够承受这样一个损失 或是真的能够承受 那个面对这么大一个损失的时候 还能够达到你的这样一个目的 这些都是在发动军事冲突前 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你就必须要想到 真正的结果就是 美国到底会不会实际 以军事介入台海冲突 到目前为止CSIS在这整个冰吹的过程中 是留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号 这个问号到底怎么样 说真的 我希望他永远不要有揭开结果的一天 今天回到世界一把抓的节目现场 我是施小维 也欢迎大家可以到YouTube看我们的直播 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直播的这个留言板 有时候其实还看看今天还蛮有营养的 我怎么说呢 因为今天我觉得至少大家没有什么情绪性的谩骂 你或者说是这种比较立场性的东西 的确比较从这个事情的本质来稍微讨论 一些朋友提出讨论 那当然好 其实在这件事情来讲 对美国来说 如果为了避免这样最坏这样的结果 那美国认为应该怎么做了 第一他说其实美国要做的事情也很多 要加固驻日还有驻关岛美军的基地 特别像美国在关岛的这个基地 这些年来其实我也注意到 他非常努力也做了各种类似 包含像疏散 还有这种所谓的强固化的这样一个设施 例如以疏散来讲 安德森基地它原本其实 大家不知道是安德森基地里面就有两个机场 而且这两个机场其实距离还有一段距离 也就是说你不太可能在这边 把安德森现在主要这个机场 炸了以后他另外那个机场就完全瘫痪 其实两边是有一段距离的 这个关岛这个岛不大 但是这个岛大概差不多 那个整个岛的大概差不多 七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的这个土地吧 都是安德森空军基地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安德森空军基地其实占地甚广 他有一个北机场 安德森基地的北机场 不是天宁岛那个北机场 不一样 安德森的北机场 他现在把这个跑道重新维修 然后建立了这个各种这样一个岩体 然后呢这个 这个把这个杯 那个杯机让他们能够 在这地方能够还有包含弹药等等 有比较好的这种我们讲 叫战力维护这样一个设施 也就是说不要人家来打来 你这些就通通完蛋了 第二他说美军 应该要改用一些小型跟存活率 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舰艇 而且要优先考虑建造前舰 因为其实对于大陆来说的话 美军的潜舰其实他拥有非常大的这个技术优势 而且在水下隐匿性也比较高 相对来讲对于大陆来说 比较能够让美军在海上依然掌有必要的这个优势 然后第二他第三 他说其实优先考虑能长期维持轰炸机队 那战斗机的这个部队 希望能够建造更多数量 更为庞大 但成本较低的这个战斗机 例如像其实美国在去年底 就对外正式公布了他们的B21轰炸机 那B21轰炸机虽然说看起来比现在B2小 看起来也比现在B2便宜很多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因为这个B2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 所以整体来讲B21轰炸机 是美军认为第一个进到所谓的第六代的这样一个战斗 战斗这种军机 所以也就是说它的性能以及它的整体 特别是这种所谓的网络中心作战能力 应该是最优的 另外它是其实也这个同时推动台湾采行 类似美方的前述相关战略 以更简单有效的武器系统和武装 而不是要买这些昂贵的这个大型军舰 当然其实在这个地方上面来讲 大型军舰对台湾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 不然你说怎么去应对这种 现在这种灰色冲突 那像而且我们众所周知 台湾的这个地面雷达站台 其实大概在哪里全世界都知道嘛 它在真正军事冲突爆发以后 还能够存活很久的话 那说真的我也是罪了啦 也就是如果人对岸在对台发动军事攻击的时候 不设法把台湾的这些高山雷达站台 去在第一时间加以摧毁的话 那我觉得东部战区也就太混了 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 当我们的地面雷达站台 在短时间都遭到摧毁的情况下 那这时候海上如果你有类似像神盾舰这样的这个舰艇 至少还能够重新的撑起这样一个防空网 那当然其实他也讲到了一些很重要这样的事情 所以当然以台湾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他也讲到 就是说冲突并不是说真正等到这个炮声一响 然后才真正开始 像现在大陆在台湾周边进行的一系列这个围台的这样一个演习 或者说各种的这样一个越过海峡中线的这样一个军事座位等等 也都是整体认知战的一个部分 为什么就是要让你这个能够了解这个大陆的军力很强大 那但是对台湾来说 其实还有一个大问题 就是说其实呢 整体来说 这边朋友也有人讲到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问题 乌克兰当然其实他这一次在整个兵推里面就讲到 台湾的战场环境跟乌克兰完全不相同 也就是说如果一旦大陆开始决定发动这个统一战争的话 那这个时候台湾是不可能再接受到来自于外面的任何援助 这也就是他的这个假设一 他必须要在战前把台湾武装到牙齿 也就是说呢 在战前要让台湾能够有最大的武器储存量 甚至于还要进行独立战斗 这个一段时间才能够让台湾最后他们所设定的这四个严苛的 这个那个先决条件中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让最后解放军惨败国军跟美军日军惨胜 这样的一个情况才有可能发生 这几个条件一直在跟大家反复强调 缺一不可 既然是缺一不可的话 那这个时候其实相对来说他的难度就不低了 那难度不低 那我们刚刚讲到 那对于台湾来讲 如果军事冲突真的一旦发生 你就不可能再来接受任何来自于外面的这个援助 因为他们在整个兵催的过程中 他们也发现 好假设说今天美国决定要军事介入 既然军事介入 就没有再也没有所谓这种美军能不能进到台湾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 当美军要准备空运 那个一个旅进到台湾 来进行协防 或者说是那个协助台湾的这个地面部队 结局登陆了这个共军的话 他们发现要运一个旅 旅进来的话 有一个营在空中就被打掉了 一个营在空中被打掉 其实严格来说就是 对美国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 而且非常可观的损失了 例如像在俄乌冲突的时候 大家也有讲到 俄军为了要去夺取 那个基辅西北边的这个 安托诺夫国际机场 他们那时候派出了 他们两架 多架的一流生76 满载这个散兵 要去做这个机将 但这个机将 这个飞机还没降落 那IL-76就被地面防空 那个火炮给打掉了 那这个防空 不管你是用飞弹也好 或是防空炮也好 IL-76掉下来 就代表上面的散兵 全部报销 你打下来不仅仅是 只是一架飞机 其实呢 也代表你打下那架飞机 上面的这个所有散兵 那是你的bonus 所以呢 也就是讲 其实对美国来说 美国清楚的认知到 如果今天中国大陆的这个 拒止力发挥作用的话 让美国如果要轻易的 介入台海冲突 已经不再是15 20年前 那样的轻而易举 它的难度会非常非常高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其实台湾他 要做这个事情 也真的这样一个非常多 例如像以台湾来讲 台湾最近他就宣布 将兵役回复到一年 那其实我也在很多的地方讲 回复到一年 其实如果你真正的 要让一个义务役的 这个士官兵 真正能够具备到 能够上战场杀敌的 这样一个人格特质 其实一年是远远不够的 那当然 我觉得对于 现在执政党政府来讲 把兵役回复到一年 其实对他的冲击 跟这个 未来对选举 这样的负面影响是不小的 虽然说大家 今天好像我们看到 明帝一面倒支持 把这个兵役 这个回复到一年 或甚至于延长 像比如说我 我就支持 把这个兵役回复跟延长 但是你说 我认同跟支持民进党 现在的这样一个 两岸政策 或者是这样一个 那个这个相关 这样一个政策 其实说真的 我一点都不认为 他们现在这样做是对的 而且我会认为 他未来对台湾 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威胁 这也是我个人 的这样一个认定 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件事情 分开来看待 就是延长兵役 的确好像大家都觉得是对的 但并不是这些对的 就会转化为支持 支持民进党的这样一个政策 或者说支持民进党的 这样一个执政作为 这是一个 大家必须要去理解的 这样一个事情 那等于说 今天某种程度来讲 现在 2023年 这个年头 其实整体来说 民进党在这段时间 从我们刚刚前面读报的部分 也讲到 平均地权条例的修订 然后另外兵役延长的部分 其实这两件事情 说真的 我也并没有办法 对未来 假如有一天国民党 能够重版执政的话 我并不认为 他们能够把这两件事情 做到 也就是说 要把这两件事情做到 的确也是执政者 要有很大的 某种程度来讲 是必死决心 为什么 因为你看光是兵役延长 你想想看 从现在 高中二年级 或高中三年级 这些小朋友 他们马上面临到 升学 就业等等一系列的 这样一个 把它原先的 这种规划 都会有相当大的 这样一个 必须要去做调整 跟调动 那另外 更不要讲到 他们的家庭 也就是说 他们的家庭 就会想到 这段时间 小孩如果去当兵 真的两边打起来了 那这小孩怎么办 其实因为我自己曾经 也真的在台海 飞弹危机的时候 碰过类似的 这样一个情景 所以其实我真的能够 现在也做人不母 也非常能够体会 这样一个心境 所以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今天结论就是 CSS把他这一次的 这个兵催的 这个结果呈现出来 告诉大家 这场战争 如果打下去 代价是如此的庞大 那各方的这个领袖 不管是美邦的也好 陆邦的也好 或台湾的也好 这三邦的领袖 是不是要竭尽所能的 去避免这场军事冲突 真正的发生 因为这场军事冲突 如果真正的发生 对于周边的这个地区来讲 西太平洋地区 未来会是个 非常长远的军事冲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了 转发 打赏了 3个月转发 打赏了